我不会见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配做一个父亲 因为他不是人 因为他不是人 你现在把他送上火车 那赶紧离开广州 但是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太残忍了吗 残忍 他拿刀看我妈的时候他残忍了吗 老人年轻时暴打妻儿 如今患病 要求被赡养 儿子直言 你死了我都不伤心 这悲剧是如何产生的呢 14年前 刘志明母子为了躲避父亲的毒打 苦苦哀求邻居借了几百块钱 逃到了广州 这是你我母亲的手啊 就把你母亲砍伤了是吗 那就说是有动物 刀三年 我妈为什么坚持很好 她不就又拿刀给了我妈 刀三年 14年后 老刘没前治病 决定去找儿子 几经周周终于找到了儿子工作的地方 这是刘志明的爸爸 我现在开始要怎样去见 他现在就是想希望 能不能跟他儿子那边见上一面 可能现在不是那个方面 可惜儿子并不打算见他们 而老刘也知道 小刘不愿见他的原因 调解员拨打了小刘的电话 电话圈说似乎没用 调解员只好直身与他见面 原谅是堆自我的最大的救赎 他现在身体这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有一天 他可能真的是这样子离开了 自己那个时候才会不会觉得 自己才会后悔 发现他不为所动后开始打轻轻牌 我现在已经老了 已经身体不行了 你还骂我当恶人 还骂我当年轻那样似的 那么对待我 我想你有点过激了 我来找你 肯定是有病伤 已经无法治愈的病伤了 你就是把这个原来的事情都勾出来 你不应该 那个事情就是20年前的事情 20年了 我对你妈妈狠 对你要求严 这都是事实 我撑着 对不起 然而小刘一脸冷漠 不为所动 我拍张他现在都照不着 然后对陈希发 到他身上 老刘得之后气急败坏 你是我儿子 我把你养大的 我怎么见你就不行 哪条法律规定的 身后密车 然而父亲14年的不闻不问 早已让他练就一颗坚硬的心 没有办法的他只好打刀回复 我也希望我儿子早点放下 这个仇恨的心 14年没见了 我以为他不应该懂些事情 我也希望在过有生之年 能跟我儿子能娶得联系 得知老刘愿意离开广州后 出于人道主义 小刘愿意承担药费 原生家庭到底给孩子带来了什么 麻烦早点让家长持正上岗吧